好 怎么了 灵燃 我衣服好像坏了 不是 走走走走 灵燃啊 这算是片相告白吗 天死了 天死了 下了台还舍不得放手 哎 燃哥 开始演出了 好 灵燃 灵燃 谢谢你去年 在系主任办公室 帮我捡了书 我一直想跟你说谢谢 我 不用谢 哎 灵燃 其实今天是我生日 我想说 我喜欢你 我 我 你先起来 其实杜如月正在跟我真心话大冒险 如月 你这么老实 所有人都欺负你了 大家别看了 快去准备节目啊 啊 好 好好好 灵燃 灵燃 换个地方 这 我 你还算不得了 我 我 你还算不得了 我 你还算不得了 我 你还算不得了 我 我 算了 算了 师父 麻烦快一点 尊敬的各位校友 各位领导 各位同学 大家好 丁燃 怎么了 没事 你怎么了 没事 就觉得衣服有点松 粉色的思念停留在这个时空 乌云折当不住那一种悸动 那一个笑容是你的面孔 淹满每个夜晚的梦 你的记忆关于春夏和秋冬 真般派 神仙CP 这对应该是咱们学校工人最甜的了吧 他们应该不是情侣吧 虽然没公开 但系里谁不知道 既还是正宫 驱赶凌然的追求者 但凌然每次都宠溺不语 如果这都不是真爱的话 那我再也不相信爱情了 对啊 对啊 他们底配 绝配 天仙配 我第一次刻三次的CP这么上头 每一段相恋的小时光 会让人觉得在世界中央 告诉我这不只是想象 只要你遗忘 怎么啦 灵燃 我衣服好像坏了 灵燃 这算是偏向告白吗 天死了 天死了 下了台还舍不得放手 早日不如正日啊 不如今天就官宣吧 没必要藏着掖着呀 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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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小唐 你去哪儿了 阿姨 我这门怎么上锁了呢 刚才从你店里出来的客人好像被车撞了 警察都来了 乱糟糟的 午夜就把你的门锁上了 你赶紧去午夜问问去 好 谢谢阿姨 那我先走了 凌然 刚才谢谢你啊 没事儿 你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我刚刚好像在台上看见唐薇薇了 但是她也没来找我 打电话也不接 信息也不会 真奇怪 你说她在台下 那她 她是不是看见什么误会了 误会 她生气了 吃醋 凌然 一个女孩真的在乎你 她肯定是会接你电话的 再说 刚刚那种情况 正常人都会生气的 唐薇薇竟然吃醋了 喂 你那么高兴干吗 她薇薇吃醋了 她竟然吃醋了 奇怪 董 董哲 你们认识 算认识吧 怎么了 车祸和她有关吗 现在最难办的就是 当事人还在医院里 事故还无法定性 等一下 你吃醋了对不对 薇薇竟然为我吃醋了 我刚才啊 我刚才啊 是因为季寒的衣服 出了点状况 所以我才抱了她 你这小肥醋 吃得真的 不道理啊 但是我喜欢 你吃醋是不是因为 特别喜欢我呀 我该怎么哄你呢 买衣服 买裙子 手表 这样 干脆啊 你直接嫁给我吧 唐小姐 要不你还是先忙吧 对了 孙经理在哪家医院啊 我去看看她吧 对了 事故的原因 目前正在调查 因为涉及到唐小姐 以及您的店铺 所以在事情 没有查清楚之前 您的店铺要暂时休业 麻烦您配合 谢谢 不客气 医生 病人怎么样了 病人现在 情况不太乐观 轻度重风 加上车祸之后 情绪有些激动 什么时候能行 还不好说 谢谢医生 没事 凌晨 凌晨 你找我来干什么 你不是答应来陪我挑礼物的吗 挑礼物啊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不是 我挑你个头啊 你连人家喜欢什么都不知道 还舔着脸要求婚 干脆我把你肋骨拆了 狗骨头的戒指 你一个 我一个 他一个 别闹了 帮我想一想到底怎么办 选什么 我怎么没想起来呢 送钻石戒指啊 一颗 用流传啊 凌晨 你去哪儿 两位好 想看点什么 看戒指 想要什么价位的呢 虚贵的 您看这款吧 这么粗犷的吗 一般男士的戒指都比较朴素 如果您想要其他款式的话 我们这儿可以给您定制 男款 我们要看女款 对 您不是在给这位先生看吗 您看我像品位这么差的人吗 您一想的是 如果是女士的话 请看一下这款吧 那它需令 尸球 就他了 麻烦您说一下指纹 什么水 你不会 不知道微微姐的尺寸吧 什么尺寸 老板 这些都坏了 扔了吧 好不容易有点起色 又弄停宴了 陶薇薇 你是不是穷疯了 我们不就有点小过节吗 你至于找人来讹我呀 十万块钱 你见过十万块钱吗 你赶紧把那个破饰品 给我交出来 要不然我们法院紧 董先生 你是不是对我店的定位 有问题 我这里是甜品店 不是精神病院 你可以不要每次过来 这里都发疯吗 我有羞养 我不理你 但不代表我每次都有 董哲 你有胆子还敢来啊 是不是没被打够啊 你 你给我住手 你等着你 怎么样 我是不是来得特别及时 凌燃 你捣什么乱 我这不是捣乱 我这可是在帮你 我不需要 你去找季寒吧 唐卫卫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个山西小陈醋 别 别别别 这样 那我明天来 有惊喜